因为动态 真的是动态小 不是这个 我这个东西太大了 这个动态小 我也是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虎夫吉他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216集的节目 今天来给大家做这款 Cyberverse Ultimate Megatron 中级级的密卡登 U级的玩具 非常大的一个体型 那我们就直接了当的 拿出过去呢 这个 跟他造型还有几分相像的 这一款是 Combined War Leader Class的 Megatron 身高的比例可以说 非常的接近 但这一款的话 体型还明显要 更加的粗壮的多 但这是一款L级 这是U级 理论上U级的这个 在配置上 应该要比Leader级是更高级的 但实际上的 大家也知道 现在HESPO的玩具 这个各种零件的简化 这个关节的减少 各种低零化的设计 让两者在从这个 漆面 你看 这是之前有上个银漆 以及这个过去的 这个手臂 是有这种齿轮关节的 在这一次的 这个玩具里头 是完全没有的 那这个只是单纯 做一个身高上面一个对比 你知道这是一个大型的玩具 就好了 那翻到后面的时候 确实也让我感觉 还稍微有点欣慰 以往这种官方低零化的玩具 翻到后面来看 都是置冰盒 但这一款的话 却出乎意料之外 还算完整 而且它有一款 非常有趣的一个梗 如果你把手臂 你往往侧边看一下 你发现下这个身体 手臂也打开看一下 这个叫我这个居然是一个 99力啊 这个是就 你看这个 这个对不对 还故意把这个当部往前挺啊 这已经变形到位了啊 腰是不能动的啊 但是这个 显然也是有时间管理者的 一个潜能啊 我们这个Megatron是 不愧是反派的王者啊 那其他的一个可动的话呢 给各位展示一下 头的话呢 没有任何可动啊 它只能够缩进去啊 变形的时候 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必要 完全就是一个G1玩具的可动啊 三周零度的转动 手臂平啊 侧举而已啊 以下的话是完全是没有办法 这个做一个转动的 这边都没有关节 脚的话往前往后踢啊 前后是有齿轮的啊 侧踢的话就没有了啊 而且这个还是会稍微一点偏转 这里都不意外了 膝盖的话是可以动的 脚踝的话呢 这变形的时候呢 前后有一个可以翻 翻动的一个机关啊 其他就没有了 那这个低零化的玩具的话 变形简单之外呢 通常都还会有 塞伯伯 塞伯伯这个塞伯坦制的玩具的话呢 都有一个 会有一个小机关 那么这款的机关呢 是在哪呢 你看啊 这个炮啊 这个炮并不是我不把它变到侧边 而它真的就只能 在这一次啊 没有办法做其他的变化 它的这个触动机关 其实这里啊 你把它从这用力按下去的话呢 它这个地方呢 是会有一个 OK 是这样的 但是呢 因为动态 虽然是动态小 不是这个 我这个东西太大了 这个动态小 我没有办法拿开花 这不是我的问题啊 那它实际上 那个玩法呢 就是要把它变成一个 类似于是电影系啊 电影第一集里头 这个Megatron的一个 这个 然后呢 把这侧转过来 到这边 你看到没有 这里 哎 要去跟它结合在一起 到这边 两者呢 做一个简单的结合 这个就像电影 真人电影 07年电影 那个Megatron 两手的一个融合火炮 是一样的啊 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你再去按它的话 它就会 有一个机关就出来了啊 那它的 玩法就是呢 它的炮要发射 就是要两手要合并 OK 可以不可以看一下 没有 没有生的啊 就是没有 没有光啊 OK 好吧 各位你知道就行了啊 嗯 好 那 给我看一下啊 它这个呢 本身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 去去去去 去定格的 里头有一些涂装啊 这个 长时间这样维持 也是有点累啊 我想要放开可以吗 不行啊 OK 好了 长时间维持 是有点累的 那我们接着继续把它 变成成一台坦克好了 刚刚的变形又是对的 那它变形成坦克的话 就是把这个两腿做一个合并啊 合并的这个组合配件在这儿 翻出来啊 我先讲一下这个胶还蛮可以的啊 然后这个地方做一个结合 那记得啊这个结合是这样子啊 是平行插入啊啊 不要再上下错位啊 不要耍横花招 平行插入就可以了啊啊 就是 樸实乌滑的进入就可以了啊 这个地方再翻着进去 然后的话呢 把它的这个 这里有一个有个关节 记得把它往上面推上去 推上来 推上来的情况下呢 头就可以压进去啊 那你变 从坦克变成人的时候呢 是有一个联动的 OK 头位伸出来啊 这个基本上没什么意义啊 不是没什么意义 就是感觉是稍微的有点小小弱 然后你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个小小的缺口啊 这里一样啊 这样子 对一下就可以了 那最后就是把这一块部件翻出来 翻出来之后这里有个有有有有个洞 然后对应边这个地方 有一块凸啊 这是最后的一个结合的一个 还蛮妙的 你这一块一旦扣上的话呢 啊 整个结构就稳固了 整个结构就稳固了 但在那之前的话 你必须确定你的两腿是有升到一个定位 但是也不用特别确定啊 你只要能够把这里扣进去 一切都到定位了啊 这个头机的把它锁进去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一款这个赛波坦制 这个游击 Megatrol的一个变形过程 那滚动性的话 也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前后 它的履带下面是附红色的轮子 那有滚动性 但是也有人不喜欢这样 有人觉得说呢 啊 既然是履带 人家干脆就不要附轮子不能推也无所谓啊 那细节的话 因为是动画的关系啊 所以就 嗯 只能说是简单明了吧 附件一波的画风吧 然后这个 这一侧的话呢 螺丝钉 那比较多啊 另外一侧 哎 还是很多啊 对不起 我正眼说瞎话啊 然后呢 这个上方的话呢 给各位看一下啊 那这个炮的话呢 在这边 那刚刚已经给各位试过了 一样是从这个地方啊 这个是 这个并没有并没有做一个变化啊 一样 就一个发射的一个 这个就是这款玩具的一个联动 那扎实的塑胶 是还算可以啊 变形也算简单 你说小朋友会不会喜欢呢 这款我觉得还可以啊 还可以 就是体型也够大 那变形成 这个到底有多大呢 呃 这里 我拿出一个 上一期给大家做的这个啊 预天至尊好了啊 做一个 做一个分享啊 上次有人说这个是 其实是后照镜 啊 对 确实是后照镜啊 对不起我孤陋寡文啊 对 这真的是后照镜啊 对不对 什么洒水器 这是外行人乱说话 对吧 好吧 那这个就是一个 两者尺寸大小的一个对比 给周围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参考 那好吧 那今天的话呢 就跟大家聊聊这一款 这个塞尾层制 这个U级的 Mega手刀这边 那最后的话呢 给自己做个业配吧 我五月份的电子写真的话呢 今天开始呢 已经上架了啊 那这一次的话呢 一共 一口气呢 发售三本 全部都是Mega一个人的写真集 那各位 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画面里头的介绍 当然你可以在内私讯我 当然你也可以透过影片下方的连结呢 我提供一个信箱 如果你不好意思问的话呢 你也可以透过信箱来跟我做一个联系 那另外之前 一直在问了说尺度的问题呢 这次我列了一个尺度的一个分级表 啊 各位如果看到以后 我推出的写真集 后面有加一个英文字母 从CBA到S的话呢 你可以大概去了解到说 这一本的一个尺度到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境界了啊 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